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耶鲁 克林斯顿 斯坦福 没错 那如果说呢 稍微第二个等级呢 其实也不差这个我们的三大格格 就表示说你可以同时追求三大格格 这么好 就不像四大金菜只能选一个 对 但是四大金菜的话 你五月一号才决定 但是你在提早申请的时候只能选一家 是 是 是 三大格格也是五月一号才告诉他 也是 也是 但是你可以同时申请三大格格 所以他没那么刁蛮 没那么刁蛮 对 还可以反悔 还可以反悔 有一种不能反悔的 第三种 名门归秀 本来名门归秀不能反悔 名门归秀 为什么又有这个理论呢 他不是王公贵族 他是清清白白的名门归秀 所以你如果选择他提早申请了 那你如果要反悔的话呢 你毁约 名节就不保了 名节不保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个名门归秀呢 比如说像哪些学校啊 Columbia Cornell UPenn Brown Dotwood 这个都算是名门归秀 这其实都是很名门的耶 是 这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对 等于是说长春藤的八所学校呢 这个前面的Harvard Yale Princeton 那是属于四大金差 那Stanford当然是四大金差之一啦 那剩下的我们就叫做名门归秀 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讲清楚的是 提早申请一定要掌握这个机会 那下一个我们就要谈说 11年级也怎么办 他怎么评估明年的现在 他是选四大金差 还是同时追求三大格格 就是自己要去衡量衡量 自己的分量就对了 能不能有这个本事去追求这个四大金差 或者是这个三大格格 还是说我们就名门归秀就好 那怎么评估呢 我第一个就是评估自己 比如说如果我们华人的话 基本上是要top5% 在我们本身学校的一个排名 那还要看你的论文的写得好不好 那接下来还要看说 你跟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connection 比如说你有没有去参加 他的summer camp吗 你如果有去参加这个 比如说Stanford 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个summer summer camp 那就表示你跟他有 多了一层关系 多了一层关系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是申请Stanford 你跟他有一点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个是要评估自己 其实本身自己要蛮优秀的 对 还有SAT ACT也要高 那是说Halvard Yale Princeton跟Stanford 最少人申请是Prinston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对手都是要申请Halvard Yale 你可以试试 所以第二个就是要评估你的对手了 对 对 第二个评估对手 那评估对手 比如说人家有没人介绍的 比如说是谁 没人介绍是 比如说像运动员教练 教练 对对对 有没有 是没人 那如果人家没人已经讲好了 我们再去比武招亲有没有用 没有用 其实已经定了 那就等于是白白浪费 那个时间跟精力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就是要评估敌人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学校事实上 有一些data是可以评估的 比如说他们有一种叫做 Narvian的这个软体 不是每个学校有 如果你学校有呢 是这样子 比方说Urvind High School有 Troy High School有 还有San Marino High School有 有是什么呢 他就看今年或是过去往年 你比方说San Marino High School 有多想申请Stanford 多想申请Hofford 多想被录取 这种information Hofford Stanford 都有每一个高校在美国的 对 其实听起来好像说 您可以去评估 但是其实我觉得 自己去评估的时候 您不是专家嘛 可能你看到这个数据 你不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请到专家来帮您 一起用这个数据来做评估 我觉得可能是最理想的 对不对 当然啦 这个时候需要专家的帮忙 然后再加上呢 你要写这个 比如说四大金钗里面的Princeton 还有比如说Stanford 他的论文是最难写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写论文 写作就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我们万里呢 从一月开始 就是专门给90、11年级 小孩子呢推出的一个 比如说一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写长处 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强处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个人的记录 那有的人是真强 还有假强 什么是假强呢 假强是心里的强 你碰到困难 你心里变得很坚强 所以也是强 所以我们一月的这个 主题 的主题是强处 那这个强处呢 我们在写的时候 可不可以写自己很强 不可以 要用一个拐弯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强处 对 要有言外之力 其实是一个技巧的 对对对 所以我知道您在 接下来一月到五月 你都每一个月份 都安排了一个主题 像你刚刚说 一月是强处 第二月呢是弱处 所以呢其实 其实可以提早来做准备 那么在写作方面 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 一月九号还有十号 你们有一个 这个免费的讲座 也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多多去参加 其实真的要提早 做点准备 最好能够提早申请 这是最棒的 是 所以特别是 呼吁十一年级的 他们一定要提早准备 特别是写作 这个是活的东西 把你活生生的人格 特质体现出来 对 而且这个东西 不是说一天两天 就可以达成的 所以最好呢 能有一个 比较完善的安排 从各方面来去培养 你这个文笔的这个风采 是不是 非常谢谢两位律师 大家节目当中 谢谢您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